佩洛西综艺长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和严正的交涉 执意串访中国台湾地区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的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 中国外交部 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 中央台办国防部 昨天晚上都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或者谈话予以谴责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第一时间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第一时间向美国白宫国安会 以及国务院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今天上午呢 王毅国务委员也就此发表了谈话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都有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 我们说到做到 至于你关心的具体的反制措施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该有的都会有 有关措施将是坚决有利和有效的 美方和台独势力他们会持续感受到的 我还想强调的是 回望每一次美方主动对中方挑起的挑衅 结果无一不是自取其辱 自食其果 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佩洛西等煽动香港黑豹势力 鼓吹所谓美丽风景线 但恰恰加速了香港 游乱极致 游质极星 使东方明珠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也毫不例外 佩洛西之流企图同台独分裂势力 勾连 以台制华 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使唐弊当道 不可能阻挡 只会加速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正如王业国务委员指出的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背心弃异 公然玩火 与14亿中国人民公然为敌 绝不会有好下场